作为世界顶级天团之一 防弹少年团无处不赛 当他们不忙于音乐表演时 他们就会出现在广告中 出现在游戏动画角色中 甚至出现在教科书或实践中 近日 一位名为Gameman Will的推特用户 发布了一张菲律宾律师考试试卷的照片 照片中居然出现了苏卡的名字 试卷中的一个问题 是用了苏卡的真名名奇 来设置前提 问题中还包括 BTS公司和Hyper公司的名称 这清楚地表明 整个问题都在引用BTS 值得一提的是 问题的最后是 苏卡是否会根据修订后的公司法典 受到起诉 这样很多粉丝想起了 标志性的耳末圈内笑话 我要告你名韵奇 具体来说 在2014年的BTS粉丝亲售会上 有人听到一名女粉丝 开玩笑的抱怨 苏卡如何让她的心脏爆炸 并且大喊 名韵奇 你这个危险的男人 我会起诉你 苏卡被这件事逗乐了 还开玩笑说 你说要告我 现在还威胁 要举报我 今晚那个ARMY 就像粉丝圈中的其他人一样 宁愿冒生命危险 也不愿起诉任何成员 但看起来 菲律宾律师委员会中 至少是有一名ARMY的 爱的韩社 ARMY的结束后就像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